各位同学 你们请往店里面看 你们在正中央呢 你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牌位 那上面有看到吗 有看到的话跟老师一起念 大臣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称作大臣 大臣 为什么称作大臣 因为孟子 孟子说孔子他是怎样 他是一个集古圣先贤之大臣 他就是第一位 把三代下商周三代的文化 整理的最为完整的一位大臣就整 所以呢 后代的皇帝呢 他就孔子为 大臣至圣先师 那现在呢 老师跟你们讲 什么叫做先师 为什么称孔子为先师 因为孔子他是怎样 最先最早 看到吗 对 最先最早教平民百姓读书的老师 你只要怎样你肯读书的话 不管你是家里是很穷 或者是很有钱 或者是比较聪明 或者是愚笨的好人或小孩 你只要愿意读书呢 都可以来向孔子学习哦 那孔子他都愿意教导你 所以这个就叫做 有教武耶 还有呢 孔子呢 他在教导学生的时候呢 他最重是什么 最重是礼节 还有呢 他会教学生什么 盘情 还有呢 射箭 还有 骑马 那孔子他最重视的道德标准是 怎么念 人 人是什么 就是爱他人 那也就是什么 你所无虑不事于人 那这个呢 就是平常老师教导我们的善行 就是什么 也就是什么 待人着想的意思 那我们要如何的做到待人着想呢 你们在家里面 如果替母亲着想的话 就是什么的表现呢 笑是不是笑顺的表现 还有呢 你带你的兄弟姐妹着想是什么 替 笑替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在学校你带老师着想是什么 就是你见嘛 然后你带你的朋友着想是什么 信义 带国家着想是什么 宗 那带世界人着想呢 就是和平 世界大猛 那孔子呢 他就把他的这些思想 就教导给他的学生 那孔子的学生 总共有多少 有人知道吗 对 这同学答对了 三千多位啊 然后最著名的七十二位 那这七十二位的人 都还居然在教导学生 所以呢 慢慢呢 这些就形成了儒家思想 所以呢 我们也都是孔子的在传弟子哦 那所以呢 我们呢 今天能够当庚子的弟子 我们以后都要认真的读经费经 才能成为孔子的好弟子 还有呢 孔子重要弟子里面有 四配十二者 然后接着请佩宜老师来 各位讲解哈 谢谢